當日其實我差不多已經有一間會計師行請了 但在臨上班之前的大概兩三個星期 有一位教會的師兄跟我說 你有沒有想過做保險 我坦白告訴你 沒有想過做保險 因為打算是做會計 但他跟我說 其實做會計也有專業 保險也有專業 但更重要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將來出去工作的時候 其實你有一個能力去跟別人溝通 有一個叫做執行能力的時候 其實做什麼都會有一個好處 而保險正正是一個很強訓練 執行能力的一個行業 所以抱著嘗試的心態去做先 誰知做了三十多年 我這三十多年來做保險 如果純粹是在這三十多年所經歷所得到的 你問我我都會繼續選擇做保險 而且選擇一開始的時候先做錢 我相信做保險的人 自殺率也會比較少 為什麼呢 其實每一天都是面對疫挑戰 我最記得有一次有一個親戚 其實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他都覺得我感覺上都很看得起 很少皇家出到的大衣 都很好地去談 但當我做保險的時候 我記得面口是不同的 平時偷偷不著去談的時候 就變成為何談兩句都好像沒什麼好談 這些例子多得多不勝數 我發覺今天雖然我的社會進步了很多 但我也鼓勵很多年輕人 尤其是剛好找工作的時候 如果有份工作 當然他覺得學到工作 假如他又不是立即要 要找很多錢來養家 先做了 先嘗試了 因為坦白說你都不知道 最後你的行業 是否真是你最喜歡的 先做了 這是很重要的 沒有人說過香港人不可以做世界的生意 如果反過來我當時是這樣的時候 我也很希望我們下一代 我們的香港人 其實他厲害的地方 或者他的眼光的地方 是可以確闊到大灣區 甚至全中國 甚至全世界